各位觀眾歡迎收看見果頻道 今天是2020年的元月18號 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小檢蜂 小檢蜂是一種寄生蜂 他會寄生在毛毛蟲的身上 產卵 產卵之後幼蟲會在毛毛蟲的體內 吸取養分 之後成熟的時候 他會從他身體上破檢而出 跑出來解檢 然後造成祭祖死亡 小檢蜂是一種寄生蜂 算是異蟲的一種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小檢蜂的樣子 等他飛出來還要一段時間 我現在看到有一個毛毛蟲 快死快死了 在這邊 我們把距離拉近一點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看到有沒有一個毛毛蟲在地上 有沒有看到黑色的毛毛蟲 毛毛蟲身上有白白的東西 因為這個距離我拍不清楚 我把它抓起來 然後再拉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好各位我們現在眼前看到有沒有一隻毛毛蟲 黑色的呢 有沒有看到這身上呢 有這個 有這個 蟹 蟲蟹 這個蟹呢 是從這個毛毛蟲身上跑出來 白白的 他就是被這個小檢蜂呢 寄生 寄生到這個體內呢 然後當他成熟之後呢 他就跑出來 從他的身體鑽出來 一個洞一個洞從他身體鑽出來 鑽出來的以後呢 這個就會自動解檢 那這隻蟲呢 估計呢 應該已經活不了了 過一陣子他就會死掉 因為他身體呢 會有很多隻的蟲呢 會跑出來 現在是看出來已經有一部分跑出來 然後他體內就會破洞 然後最後就是死亡 因為他整個體內的那些器官呢 會被這個蟲體給破壞 因為他鑽出來的時候 會被破壞掉 然後就會死亡 那這隻蟲蟲就會這樣死掉 這個就是屬於一個小檢蜂 跑掉了 這隻呢 這隻小檢蜂 小檢蜂 他一個小小的蟲呢 從你跑出來以後解檢的樣子 就是這個 你如果把這個拿回家呢 自己培養呢 過的七天左右吧 他就 你把他就會變成一個小小蜂飛出來 我曾經拿來培養過 哇跑好多隻喔 超多的 這隻有沒有 跑這 有沒有看到這一隻 有隻鑽出來了 你看一下 看得到嗎 哇一直動一直動 還不清楚 這裡這裡這裡 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一隻 有沒有看到有一隻在動 白白的跑出來了 有沒有從他身體跑出來了 很清楚喔 那個就是小檢蜂的幼蟲 他等下跑出來以後就會吐絲 就會直接解檢 他會在他身上的吐絲 解檢 其他體內還有很多隻 都慢慢跑出來 從他體內鑽出來 然後最後他就 一直掙扎 一直掙扎 然後掙扎到就是死掉了 這就是一個寄生蜂 他的寄生的一個威力在 然後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來參考 欣賞欣賞一下 什麼叫做小檢蜂 所以下次你在外面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毛毛的這個檢 這種東西呢 你就會知道 其實我在很久以前 我有拍過 小檢蜂 但是呢 我並沒有把它拍成影片 我把它拍成照片 因為當時我沒有拍YouTube影片 幾年前的時候 當然你如果想看的話 歡迎留言 我再把它拿起來 抓起來 培養 然後再拍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們影片見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